毕沙是佛陀的表弟 晚年皈依佛门 成为一名僧人 即使身披僧袍 他依然喜欢假装 自己是受人尊敬的长老比丘 他陶醉于别的比丘来访时 获得他的首肯 并为他服务时的那份满足 然而 他却对真正的长老比丘 毫无敬意 并且人家的父亲 也时常与年轻比丘争吵不休 当有人指责 他的行为不合佛法时 他便哭闹 生气 表现出极大的不满 并跑去向佛陀抱怨 佛陀对地杀的情形了然于心 每次都劝导他改变自己的行为 不要记恨 因为唯有放下仇恨 才能消除内心的怨对 佛陀告诉弟子们 地杀并非只是在今生 如此固执 在前世也是如此 地杀前世 曾是一位名教提婆拉的苦行者 他因误会 举咒了一位非常神圣的宗教师 虽然国王劝他向那位宗教师 请求宽恕 但他顽固地拒绝了 最后 国王不得不动用武力 迫使提婆拉向宗教师 恳求宽恕 佛陀的教会如涓涓细流 润物无声 他希望地杀能够从中领悟 改变自己那固执的性格 放下对他人的怨恨 并尊重真正的长老比丘 以此来修正自己的行为 获得心灵的平静与安宁